大家好,这是兄弟农少,我是小邦 这会儿呢,小天还有我 带着今天下午,我们救了这个毛孩子 已经到吃鸡了 到吃鸡之后呢,刚才先给他拍了个片子 拍了个片子,然后小张说 他现在是后腿骨折了 而且骨折的时间应该是不短 还说根据他这个身体状况 因为他检查之后呢,发现他身体有点 身体不良 说根据这个状况,他应该不是说谁家养 应该是在外边流浪了一段时间了 包括今天下午,我和小张我们去捣了他的手 那个时候看到他在马路中间一直跑来跑去 然后后来我们也是考虑到他的安全 看他怕他万一真的再出意外 然后就是脑地热,把他给救了下来 救了下来本来以为呢,也是没做那点事 然后到医院之后呢,小张受患之后呢 才知道他这个后腿是骨折的也是比较严重的 现在如果说是及时动手术的话 可能治愈的希望还比较大一点 但是如果说在过段时间 可能这骨头如果长结实之后 这个到时候就没法再去效症了 可能说就是又成为一个大状了 但是我们因为小花也是刚刚动过手术 也是 所以说对于动手术这件事情呢 我们小张呢,我们还需要仔细再商量一下 但是我发现这个毛孩子还挺早日喜欢的 因为是下午的时候,别看抓的时候他特别胆小啊 就不让人亲近 但是通过我们从我朋友那个花谱带到这儿 这边可能十几公里吧 就这一段接触之后呢 反正他就开始特别亲人了 让摸,也让摸呀 然后你去抱他什么的 也都没有太大的抵抗 也是知道好歹的一个毛孩子吧 那摸摸呀,我说是动了是不是 挥挥其实打开他什么 哦,这边那鞋上慢慢张 有百分钟 哎,那么欠 这就是百分八 八分八分 那我把人带上回走掉了 没事,他刚刚刚主要有神通 他有痛去了 嗯,那个身体没事 主要还是固执啊 七个命 来,大焦 大焦,他敢说打 好 三个四年会儿吧 两个游会儿就好 多游会儿点啊 中 他有准备收拾吧 三点红二 中 好,都准备了 三点收拾来多少点 呃,来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时间比较好 来,去吧 来,你往后跑了,多快 你拿一盘忙吧 二,二,五,五 五,五,五 五,五,五 多了,多了,多了 来,来,来 我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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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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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毒的 还在剩一剩 还在剩一剩 试着带入我的心绪 往后处咬一咬 放上去了 嗯 嗯 还要一把 行啊 咬一咬太痛 非常的幼 什么什么什么 要了一把 你说 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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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 这么长 嗯 他这个 短 还 去个分岁性 就是全那个 骨片 嗯 后来是 那个没办法放上去 就能给他去下来了 莫的莫的打高您 嗯 搭了 搭了下两个训练 把他脚下当年固定了 那想这种 他回复着墨市 看那会有点推 有点乖 就是有点往外偏 可以不影响周路 有点不影响周路 不惜看看不出来 如大家所看到的 刚才小天 我们最后商量的结果 还是就是让 这个毛孩子手术动了 这会呢 也是动完了 嗯 今天呢 也是给 孙医生 就是说明了一下 我们农舍 现在的情况不太好 再加上 嗯 小巴呢也是 刚刚动完手术 也是对我们来说 也是雪上加霜 然后孙医生呢 也表示理解 说这次呢 反正是给我们 经济大努力 然后就是给我们 优惠一点 多优惠一点 在这呢也是 我现在也是非常感谢 感谢孙医生的 这会呢 手术已经动完了 嗯 我说一下那个手术 动手术的情况吧 就是小张刚才 嗯 把那个 做手术的时候 呃 腿打开之后呢 发现他里边 那个骨头啊 不是像咱们看那个 呃 当时拍CT那里边一样 CT里边只是看到骨断了 但是打开之后呢 发现是粉细胸骨折啊 嗯 不过还好 手术比较顺利 就是刚才做完手术 出来以后呢 孙医生告诉我说 他这个需要 在笼子里面待两个月 不能出笼子 就是等于吃喝辣撒 全部在笼子里边 在笼子里边度过两个月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毕竟怕他 如果出来的话 他在一个活动 遭上二次创伤 然后还有需要进行二次手术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呃 今天呢先让他在这待一晚上 然后明天呢 咱们看看情况 就把他准备把他接回农舍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咱们农舍 现在毛孩子 确实的也是特别多了 嗯 下一步呢 咱们就开始张罗着 准备开始找领养的 像小巴呀 像小巴呀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 呃 这个猫牌子 等他定养好 咱们到时候就需要 去找人领养了 我们都在用力的 我只要 他怎么不着我蹭啊 他 要是 酸淡堵 烂烂煞 醒过也醉过 Тi 也曾倔强 脆弱 依然执着 相信花开以后 回忆结果 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 爱恨成百里因果也输过 也曾灿烂失落 无悔选择 相信我难离尽是收获 成长的路上有吉祥曲折 我遗憾睡觉管梦想花朵